再跟大家聊几句 这是这样 昨天正好有一个 我在微博时代就认识了一位艺术家姐姐 当然人家岁没有我这么大 人家30多岁 是一个很牛逼的艺术家 当然习惯叫各种小姐姐了 然后说了一句话 应该说确实他说的 就是让别人很多人不舒服 为什么呢 是他说 疫情之前的北京 如果论舒适程度 应该在世界上排名前几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 然后这姐姐 其实她已经在一起 就是前几个月 我记忆当中 应该就在前几个月 已经润到美国去了 润到北美那边去了 怎么说呢 这句话就被 大家就很嘲讽这句话 说北京哪有什么舒适度可言呢 对吧 作为一个老北京 我必须得先说一句 他这句话 看谁说 他说是有道理的 有很多人说是没有道理 是你说不了这句话的 为什么呢 人家不姓赵 确实不姓赵 他只是个艺术家 但是艺术家这个门类 是跟别人不一样 人家成功的艺术家 比如说人家住在郊外 对吧 各种各样的这种便利生活 北京您想想看 您想买点什么东西 或者您想弄个外卖 多简单 打一个电话 网上下个单 然后直接就有人给你送过来了 快递也方便 然后你想收拾收拾自己那别墅 人家也很快就人两百块钱 来个人帮你干大半天给你收拾了 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加起来 在北京的那种舒适度 那跟国外就确实是不一样 甚至于您包括说北京大城市堵车 对吧 人家不上班 您得想想人家不上班 人家跟你完全真正叫错峰初醒 人家去到城里找个朋友 一起喝个下午茶 然后吃个晚饭 人用得着跟您似的 苦十八业下了班之后 然后横跨办个北京城 跟他妈异地恋似的 再去找朋友吃饭 人家不用 人家下午您这还是坐办公室 甭管您是摸鱼还是犯困 人家自己他的是慢慢悠悠地晃过来 开个车晃过来 或者有司机晃过来 他这种舒适度 人家是可以这么说的 你说他说的不对 他有什么可说的不对 他自己的生活 他觉得北京确实是舒适 比如说我看他在说抱怨美国 我这我自己我也抱怨美国 为什么 你说你甭管是办各种手续也好 就行政效率 美国的行政效率跟日本这块都比不了 对不对 包括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服务类型的人 服务的人员 你服务有多好 肯定也说不上来 美国人服务也就是这一般 哪怕是收小费的 他也就服务一般 你像我这样习惯在日本生活的 我再回美国去 我自己都忍不了 真的确实忍不了 那好多东西 你想找个人修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那你也等着呢 对吧 而且也特别贵 你看北京他多简单 你如果不是让百度给你忽悠了 到了什么 比如说什么百度 前两天我刚看着说 百度400开头人电话 说想修个冰箱 前俩仨全他妈是全他妈骗子电话 那如果你如果把这种因素刨出出去 您去到官网 找一个给你修这个修冰箱电视的这种人来 那很方便的事情 就是说每个人跟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他的生活也不一样 人家觉得北京舒适 那是人家觉得 对吧 就是有人说北京美食荒漠吗 对不对 但我看来也不算的 北京本地的伙食 您天天说那个除了我吃的比较习惯之外 否则的话真他妈是美食荒漠 这我必须得承认这句话 我吃我喜欢吃这个什么包子炒干 那是因为我从小吃炉煮 那你要让其他的 您比如说沿海省份做的好的 什么甭管做的好不好 穿卤香月这几个地方 人过来一吃说你这啥玩意儿 对北京本地的这个伙食确实不好 但是北京有一个好处 它是有权有钱的人在这待在地儿 你要想吃全国各地 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吃的 全有 就好多人说北京美食荒漠 我叫做这是他第一 他不会吃 对吧 你但凡你会吃 你都能找着全国各地的好吃的 你就去直接找一份 那个各地驻京办的那个名录 挨一份去吃就完了呗 那个都坐的地都这呢 比比他当地都坐的不差 所以您说怎么叫美食荒漠啊 这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为什么说大家的感受跟人不一样 哎呦 儿子 儿子 一个沉着的 那为什么大家这感受不一样 就是因为呢 您的生活位不一样 在整个这个生活的生态位上 您不跟人家不是一个路数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只能说当时我也回 我说 哎 我说这个就是看个人喜欢了 对吧 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你要说舒适 我肯定比在日本京都舒适 为什么呢 那至少我 您看我昨天晚上 人朋友请我吃饭 我怎么办呢 我得夸鸡 把自行车从楼上拎下去 从七楼 从电梯那扛下去 扛下去之后 然后呢 骑着车过去 来回多长时间呢 来回我掐了一下 等于得55分钟 我骑车得55分钟 走着一趟来回 那那我在北京就不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我有司机啊 对吧 我在京都我就没有这司机啊 而且我也没用住 是啊 北京你做生意 你怎么样 你还你还需要 那晚上你喝酒 我在京都这个一星期 我都出不来喝一杯 和跟人吃个饭 我用不着 但是你要说舒适度 方便度 你说能跟北京比吗 肯定不能比啊 是不是 但是呢 也有一个能55分钟来回吃顿饭呢 这个也因为京都这地儿 地儿小 您说北京 我要是从那个 比如说从 从望 我从我住的地儿 比如说朝阳公园那儿 然后呢 也想去望京吃个饭 你也跟朋友约着 55分钟 我都不一定到得了 对吧 这个咱这个咱也得咱也得说 那像这样的生活 是有一个自我选择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看中的是什么 对吧 那我看中的东西呢 我能忍 我能把这些 我不方便的东西 我能忍了 那你排一排序 我说我在这儿 我可以不担心自己说什么 会被喝茶 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对吧 我这个其他东西都能忍了 这是我排序第一的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 比如说排序第二的事情 就是说在这儿 我可以没有那么多交际 我就直接 你甭管我在北京算交际花 交际草的 是不是 我可以没那么多交际 我这边原来那些朋友 基本都没有 对吧 离得最近的是在大阪 王小山 那我就可以不用天天的去 每天去跟人喝酒 喝酒吃饭 去他们搜索各种事情 我这算了 那怎么办 对吧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生活 那我怎么克服这样说 不方便呢 那比如说我就 我就踏踏实实了 我说我自己学着做香肠 我喜欢吃大阪香肠 那我自己做呗 我也有配方 我自己学着做这个 各种地方食材买不着 我就满出去找呗 那绝大部分 我现在都找得着了 是吧 那你说你真是吃不着 那你比如说炉煮 炉煮真吃不着 那吃不着就吃不着呗 能怎么着 那其他东西我满意就完了 你这辈子你要是想 你又是说你要不你就在这待着 对吧 要不然呢 您呢各种 您就您就得忍受各种各样不方便 那这种不方便呢 是不是能够 就这叫代价 你付出代价 你觉得自己得到的东西 是不是值得 那就完了呗 我觉得就值得 那这就完了 您觉得不值得 那就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你这 我更喜欢看着这个祖国 我不是说这姐姐 我说更喜欢 好多人就是说 我特想投入 投身到这个祖国的这个怀抱当中 是吧 哇嘲哇嘲在这 苦着八夜几年 或者是怎么样 读完书你回去了 那您自己选择 那我能忍 那我这是我的选择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所以每个人跟每个人的 他的想法不一样啊 目的不一样啊 他自然而然就有自己的一个取舍 我原来就跟大家也是做过类似的节目 就跟大家说过 那您看您自己的取舍是什么 我的取舍就是 您看您比如说吧 我们俩都不喜欢美国 这姐姐也不太喜欢美国 对吧 我就换地了 我就原来美国熟啊 美国在美国 那至少语言上障碍很少啊 对不对 那英语我还是会一点的 虽然不好 但是你捡起来还是容易 你搁仨月 我在那天天跟人瞎几巴扯淡 我估计也能够又回过劲了 我还能读点 我还能听点念点的 是不是 那你日本就从头上学起 我现在还他妈正 还开始学日语了 当然学的不好 这是一会儿 可是你四五十岁了 重新再学第二外语 这他妈多头疼的事 那这个成本我也得支付 对吧 这个都是必然的 所以说啊 就是说我那天就是 后来我们这姐姐说这个 说这个 说在推特上不能说美国不好 其实不是不能说美国不好 就是只不过就是好多人的 他们在原来在北京 比如就拿就拿北京说吧 在北京他没有感觉到说那么舒适 因为他没有到那个社会层级 你即使是说 咱们老这一说 在境外 咱们就说 说你得是什么 你赵家人的才能觉得舒服 什么的 并不是如此的 很多的这种工作 和他的这种生活 他毕竟这些年 中国还是有改革开放 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呢 应该有效果的 有一些社会阶层 或者社会职业的人 你是可以在中国生活的很舒服的 但是你只不过 那你为什么还还会走呢 对不对 你肯定是有很多东西 是让你受不了的东西嘛 对吧 那这个东西是在其中 我们这姐姐真的是 见多识广的人 这个我不是 我不是跟他瞎说 没有任何反讽的意思 很牛逼的一个人 但是呢 就他实际上来讲 也是在自己的社会阶层当中 无意识的 就是觉得说这一地儿好 他没有考虑 其他任何人 其他人的这种生活 那更多的人 就哪怕是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在北京 你虽然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 那我也不会觉得说 北京的舒适度能高到特别高的地步 因为北京的这种舒适度 它有几个来源 首先你是一个便宜的人工 其次呢 是一个高压榨的一个社会环境 第三个呢 就是说他的服务质量其实是只是方便 但是他实际上服务质量也不高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说这个在北京生活有多舒适 但是人家这个社会阶层 社会职业跟我们不一样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你说起来的话 你说起来的话 你说让别人去评价 说这个北京有像您这么高 说是舒适度在世界上排前几 那这个就 这个可能 如果能投票的话 即使在中国北京的这个舒适度 也真谈不上这个前几 至少我可以找出 怎么说呢 中国我也能找出十个以上的城市 就比北京要好的 这特别简单 就是你就直接几个大城市就比得好 还有一些小城市会更舒服一些 对吧 我就举三个例子 就能知道 首先第一个 上海是不是比北京舒服 对不对 那广州气候不算不好 咱们甭说了 不讨论气候问题的话 上海是不是更舒服一点 服务也更好一些 广州呢 是吧 成都呢 这些地方都是相当好的地儿 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就像每个人选择自己最后落脚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道理 就随便 因为这事跟人跟您瞎聊聊 往下就是广告了 您要是不愿意看 就直接给关掉就行 是一个移民广告 移民加拿大的 然后呢 自己呢 这里放广告之前必须跟您说一下 那个 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想润出来 尽量的找合法的渠道 润出来比较好 非法的事情不要做 这样的话 您在尽快生活的时候呢 会更安心一点 好 谢谢诸位 我们是一家源自加拿大本土绿色的移民服务机构 总部坐落于温哥华 自1983年成立以来 我们已帮助上万名来自全球的投资者 工作白领 留学生和各类技能人士 获得加拿大身份 成功安加加拿大 经过40年蓬勃发展 先后在加拿大各主要省市均设立了直属分公司 中国区总部 则涉立于北京 进驻中国十余年间 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境内最高端的加拿大移民领导品牌 我们办理的业务有 雇主担保移民 企业家移民 联邦自雇移民 技术和留学移民等 并为客户免费提供全方位的安加服务 欢迎您扫描下方二维码 资深移民专家和持牌律师 将为您免费规划方案 为您的移民之路保驾护航 暴践楼 暴践楼 资深移民 暴践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